大家好, 欢迎来到宁角度, 我是阿游, 今天都有Benny师傅, 西洋玄学家 上一次我们讲的什么是西洋玄学家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玄学不是中式的吗? 为什么放在西方上? 意识光炒流河? 发生什么事? 问得非常好, 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来没有媒体问过的, 我很少解释的 但是我发现近几年开始多了人用西洋玄学这个题目, 甚至来做一个大题目 其实也很开心的, 因为证明了我这个想法是正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多了人讲西洋风水? 有啊 多了一个西洋玄学的Terms, 甚至是一些西洋魔法的Terms 这些Terms以前是一直没有的, 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西洋玄学家 其实的确是由我开始踏入这个行业, 初初做的时候 其实很多都是叫做塔罗占卜师, 或者叫做西洋占卜师, 这是我们的title 但是我开始去接触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就不是说只有我一个的, 都尿尿可数有三四个的 大家在媒体上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竞争, 或者大家有一些叫做比较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去改名, 或者是讲一个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那个人大部分的受众要记得来 那时候一些传媒, 或者是某些电视台, 那时候就跟我们去讲 我们的监制, 或者是编審, 说, 啊, 师傅, 其实会不会你的title有些不同 特别一点, 但又不要离地了, 别发过 但你又特别一点, 这就会突出一点, 因为观众会容易记得到 那时候我经常在想, 我就问他们, 怎么为之特别一点呢? 他说, 例如有谁去专玩塔罗牌的就叫塔罗占博士 如果他专玩奴因扶民的就叫奴因扶民占博士 或者石头占博士 我就说, 糟糕了 离不去占博士, 为什么呢? 不是, 我是什么都懂, 我在这个范畴里, 我什么都懂 我怎么叫, 我不可以每一出一个镜, 我介绍这个占博士 是的, 我不可以每次出这个镜就转名字 我就索性就统一了, 开始想, 我看到电子机那些 全部都是什么坎仁学家, 什么什么圆学家 全部都是圆学家, 为什么我不可以写西洋圆学家呢? 所以也因为这样, 就想告诉别人 西方的圆学, 我每样东西都精的 所以我就叫西洋圆学家, 而不是这样叫塔罗占博士 或者是奴因扶民占博士 所以变成了, 当年来说, 市场上, 如果要找一些百搭的东西 他就找我的话, 我的名字就是西洋圆学家 即是变成一个综合 综合, 意思是, 我什么都会懂的, 我可以说 所以变成了, 就叫西洋圆学家 所以这个名字就是由我而当时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一个理由, 当时去塑造了这个题 这个title 至于, 当时也有, 因为市场上有不同的说法 很多人就问我, 西方有没有风水? 我当时就告诉大家, 其实西方是有风水的理念和学说的 不过是很不同的, 中式那套 所以也因此, 我就自己拿来说, 就是西洋风水 因为我如果用另一个名字去批评出来 人家不会知道这个是风水, 或者不会明白 其实西方的这种东西是叫做能量学, 磁场学 其实当时, 要令大家明白是说风水, 但是是西方的 那我就改了个名字叫西洋风水 即是中式的字眼套落到西方的位置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今天有些行家, 或者我的后辈 他说自己懂西洋风水, 你一定看我这东西 我一定知道谁是Bennie, 是不是? 对, 因为这东西是我创出来的 所以你们如果用这个词去批评, 我就知道你是看我的东西 Fansy, Fansy 所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当年我有这个词出了 其实就是想用一个简单, 直接, 你们有明白, 共通的术语 去解释给你听这种的磁场学, 其实叫做西洋风水 当中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我用后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都会再讲 但是我们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其实我本身自小到大, 我接触的范畴和认知的范畴比较多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大题目, 去囊括了这个题目 所以叫做西洋渔河家 真的好厉害, 你有什么关于西方面的东西 只要离开了亚洲区的东西, 就可以找Bendy师傅 离开了亚洲区, 记得, 他不不忘神州 真的小的, 我有去欧洲 欧洲已经离开了亚洲区 但是我想问一下, 因为很多人初初接触西洋 第一个会接触的就是魔法, Magic 但是很多人都说什么是魔法 外面有很多教魔法那些 你给了intention, 你给了intention, 你无限幻想 是的, 有些人不是每个人都不厉害 他们可能走路都不厉害, 你叫他们的脑子里有枯膏吗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其实西洋魔法是怎样的体系呢 我先这样说, 其实你之前也有说过 现在叫做踏入了中式的广告画 九云 但其实在我们西方的占星的角度 我们叫它踏入了水平年代 水平了 是的, 现在是踏入了水平年代 其实这个水平年代已经踏入了十几年了 正确来说, 因为每一个占星学家 他们推算的时间是有少少差别的 而我们已经知道踏入了水平年代 其实在未来的日子, 其实是怎样呢 这个年代会多了很多天灾, 人祸, 改革, 战争, 新心灵的崛起 也有很多波技, 甚至是灵感, 神秘学 这些比较不大众的东西都会崛起 所以你说和九云的学习是否有点像呢 有点像 不过最大的不同就是元素不同 九云是说火 水平年代是说水 而我们水平年代是一个毁灭性 大家可以观想一下幻想一下图案 知不知道水平年代的图案是怎样的 倒水? 是的, 是一个女神倒水 倒水不是很普通的水 是一个大瀑布的水 我记得是有波浪的 是的, 其实这个符号就是预议了未来这段时间 这个水平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翻天覆地 是的, 翻天覆地 还有很多水灾 所以一定会有海啸 甚至会有很多地震 甚至会有很多意外的冲击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情况 也还有一样东西 文化的大洗礼 是一个大冲击 是的, 所以在学识层面上都会很不同 以往一些新心灵的东西 我们叫做迷信 是的 或者是非科学 但是大家要想一想 所有的科学都是由迷信 而努力去集思广液 尊严 慢慢变成科学 所以你说未来这个年代 其实是否原学会挖起呢 一定 而且会很多 当然 每一页多的时候 就会有参差不齐 所以也是这样说的 水平年代 或者狗棍这个年代 我们直接说 水火 就是棍起的年代 神棍多 大家小心被人脱水 没错 小心被脱水 我肯定告诉大家 这个年代进入之后 被脱水的情况 是每天都这么新鲜 每天都多 甚至乎以前是脱什么呢 电话 骗案 电话诈骗 或者是基金诈骗 那些题材 未来会有更多 真是天仙局 就是拜神的 甚至乎是 身心灵异 无孔不入 就是关乎你情绪有关 或者是宗教上的事情 都会有 即是一侵你的情绪 辣缩 没错 所以会令到我们 因为我们的情绪有跌倒 所以便需要有安稳的事情 所以身心灵 精神科 心理学 这些都会崛起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而且以我所知 可能我忠识一点 一个人是 水是有一个摧毁的状态 在我的角度 我常常觉得 水能载咒 亦能伏咒 其实这么多天章人和话 可能大家又会被人脱水 有很多不同的转悦点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伏咒 如果那个载咒 又会怎样看呢 那就要看下你知不懂游泳 大家记得学了游泳 考了请的牌 我刚才都说了 我觉得这件事挺巧的 无论是在不同的宗教里面 都有一句说话 上善若水 我突然想起这句说话 其实就是水能载咒 亦能复咒 因为水这个动态 在西方的玄学理念 我们是说奉行有四大元素 其中一个元素就是水 水其实是无形的 但它亦是最有能力的能量 而水亦是互相连结的 它没有任何所谓的形式 也没有任何的蜡蜜 你拿把刀砍它 你不会砍死它 又不会砍伤它 但当你扔石头下去 它会沉到永远见不到底 即是说水的能力是很大 所以你要如何善用水的能力 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 和有没有能力 所以我认同你说一句 所以在我们新的年代 我们最好不要顾暴自封 要不停地学习 你要自己寻求一些新的知识 或者是帮助自己的东西 不要那么容易被人欺骗 而且你要开始要问 要问多一点 要了解多一点 这个就是在周的方法 因为你不自救 其实是没有人能救到你的 你等人救 其实你是会死的 你就变成那块石头沉了下海 对呀 你永远不会知道 谁能救到你 所以永远都是 我经常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 你认不到好的导师 不要紧要 你不是闭的 你可以去找的 继续去 你找不到好的导师 都不要紧要 你就寻求书中的黄金屋 看书 书不是百分之一百准确 但是它是一个开端 它会啟發你的思维 没错 啟發给你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件事 有这件事 你便可以研究 去探讨 你可以另外再去找一些 智同道合的朋友 甚至乎 一些这方面有认识的朋友 了解 因为很多人对一些 可能身心灵的东西 未必认识 或者香港人最喜欢的就是 人云亦云 你去我又去 但不知道为何亦云 它们就没有了路的思维 为何我要去 为何我要做 然后被人验了 大家一起去吵 结束了 就是这样 所以在身心灵的角度 其实水的元素很重要 而大家都知道 Benny师傅提醒了大家 小心 小心大家的河包 所以大家都要看看 其实西方的水 中式的火 虽然好像水火不溶 但其实它们两个说的 体系都很相似 大家离不开的东西 好像两辆车 其实它们都会去同一个 中点 只不过大家经过的风景 不一样 这也是一个魔法上的水元素 我们下集会谈谈其他元素 因为以我所知 魔法上有其他不同的元素 亦都有黑白之分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范畴 我们有个原学家 西洋原学家 即是综合原学家 我们下星期会继续讨论 什么是魔法 所以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